佛不说还是这个秩序 所以祝佛菩萨 释出世间的大神大弦 他们没有创意 没有创造 没有发明 他们只是在修行的功夫 入圣圣禅定之后 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他不是创意 那么由此可知 佛所说的这些道理 真心 本性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随胜自信 随胜真心 我们就过祝佛菩萨 大神大行 一样的生活 得大自在 得真安乐 这个自在安乐是永恒的 是超时间的 超空间的 超顺境 超逆境 完全不受外援干扰啊 这才叫真正 这才叫真正得 大自在 真正得 大安乐 这是人生 真正的 目的啊 自自然然 能跟虚空 发解一切众生 相亲 相爱啊 互足 互足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才明了 原来是一体 就像我们这一个身体一样 身体许许多多细胞组成 我们跟一切众生 只不过是像 我们细胞跟那个细胞 位置不相同而已 它确实是一体 所以经典上 业再地 为我们提示 虚空发解 过途众生 原本一体 这是现象 怎么产生的呢 佛在经上讲得很透彻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所以 我们用真心 与一切众生呢 都沟通了 自然就通了 为什么呢 真心相透 是一个心 我们用妄心呢 跟别人就不能沟通了 为什么呢 妄心是妄念的 妄想分别执着 各个人不相同 这当中 有隔爱 它就不通了 于是我们就领悟到了 修行人 何以有神通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一般人 叫特异功能 它有能力 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他有能力 听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实在讲 原因很简单 他没有障碍 他用真心 真心没有障碍 我们用妄心 我们用妄心 妄心有障碍 用真心的人 我们讲 他有天眼 有天耳 有他心通 有神族通 有徐命通 他都通了 障碍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真心没有障碍 妄心有障碍 为什么不用真心 为什么要用妄心 这个道理 佛在一切经论 四十九年 常常说 真的是所谓是 横说 竖说 成说 差说 说这么多遍 目的何在呢 希望我们醒悟过来 说的变速少了 我们记不住 我们烦恼 稀奇深重 非常健忘 把他当作耳边风 没有在意 变速说多了 说的太多了 这个印象深了 常识熏修 自自然然 不要丝毫勉强 齐心动念 就想到 佛这个说法 在这种熏陶之中 久而久之 不知不觉 我们就入佛境界了 你就不会违背 佛所讲的道理 禁呢 禁是禁止 不能做的 道 是随一顺 法信 随一顺 真心 禁呢 他所禁的那些四 都是违背真心 违背自信 违背信德 哪些是违背信德呢 杀到淫妄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这个自信里都没有啊 真心里都没有啊 妄想分别执着 真心自信的也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 佛教我们禁止 教导我们 随一顺 发信 随一顺 真心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套一句佛法的书语 发而入世啊 还需要讲理由吗 你能够 把我一辈自信的 全部禁止 随一顺 自信的 天天学习 你就自自然然 断我 为善 专迷 为物 装反 为甚 自自然然 毫不费力了 这一身 到世界来 确实 没有空过 意义价值 无比的 并不费力了 可是这一段事情 关键 总在乎 缘 缘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第一句讲的 从明思 守戒 转心 不费力了 转心不放 静静 这一段事情 是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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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